非是你刚讲完这个三大的观察指标之外呢 那另外再来看的是选股现在是不是跟选食品一样 怎么样呢才能选的安心 还有油价叠对航空业是不是也是利多选股实践再给您 对我想在这边当然要选一些所谓的安心股 因为毕竟国际市场的变数增加了一个情况之下 在选股的策略上面基本上第一个短期要看题材性 更重要的是从长期你必须要看基本面跟趋势的存在 那我想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跟基本面相关的 或者是趋势相关的就是有关于这个油价下跌的过程当中 其实受惠的这个族群 尤其是在香港航空族群 包括长龙航跟花航的部分 因为航空股受惠整个燃油成本减轻的一个效果之下 从这个这一波以来 西德州原油跟布兰特原油价格就从六月中以来就持续的下跌 这里面当然不管是在整个供需的因素 或者是在美元走强这样都是报价走跌的一个因素 因此受惠的这个航空股 我想在这个波段里面相对是一个抗跌的这样的一个族群 那也可以补地留意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还是看到着 国际市场的变数虽然正问的情况之下 但是中国股市在这一波因为护肯通的这个利多 或者是基本面这边经济成长可望获得一个支撑的一个情况之下 包括这一波其实是相对强势的一个市场 那今天其实持续开地走高上扬 所以短线上还是有利于中概内需消费的表现 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不管是国内的这个相关的这种所谓大卖场的部分 它其实是在中国这边卖场龙头的润态权的部分 或是在中国铜装产业里面 移入到前十大的这个F淘地 甚至在调整这个所谓电子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水准的情况之下 包括人民币指纹的回升都有助于这个百货业的这个F大洋 代号5907 这三家公司我想在这个中概内需消费的 这个非常典型的三家公司 其实是可以收费目前国际市场变速增温 然后中国股市却相对指纹这样的一个态势 好 谢谢分析师带来的安心股